请听小说《仙逆》第356章 离开 你二人从何处而来 本尊神情始终冰冷 缓缓说道 白沙女子身子一抖 低头看了一眼下方生死未知的青山老者 一股绝望涌上心头 他不敢再撒谎 轻声说道 万辈从仙逆之地出来 仙逆之地 你们去的时候是七人 为何现在只有你二人出来 本尊扫了白沙女子一眼 平淡地说道 白沙女子身子再次一抖 他震惊地看向眼前这个红发男子 越看越有一种眼熟的感觉 但他可以确定 此生绝未见过对方 万辈 另有苦衷 白沙女子苦涩地说道 跟我走 本尊看了此女一眼 转身向着下方的仙夷山林飞去 白沙女子犹豫了一下 跟在其后 至于那青山老者 本尊看都不看一眼 他一脚之下 那青山老者只不过化神初期 又没有护体之宝 必死无疑 但就在这时 忽然本尊轻易一声 低头看向青山老者身体落下之地 只见在那里 一个残缺不全的身影缓缓地站起 在其身上 一股黑气环绕 在这黑气之中 一株午夜之物 视而闪烁而出 在黑气中 青山老者口吐鲜血 脸上露出挣扎之色 但目光却是始终清明 本尊只看一眼便立刻面色阴沉 他回头看着白沙女子 子女白沙下的面孔苍白无邪 沉默不语 原来是这样 本尊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这二人为何没死 而且还顺利地从仙仪之地出来的原因 他已然明白 本尊抬起右手 一指之下 正要把那青山老者彻底杀死 这时 白沙女子立刻身子一动 来到了青山老者身前跪在地上 轻声道 前辈 其他五人中定有与你相识之人 晚辈知错 前辈若杀 就杀晚辈吧 还望不要难为他 那青山老者挣扎着站起了身子 抬头看向本尊说道 要杀就杀 我这副样子早就不想活了 与其成为别人的福亏 不如死在前辈手中 也算解脱 只是我家小姐对此事一直不赞同 还望前辈放过他 本尊目光闪动 看了卡二人 右手一抓 隔空抓住二人 向着仙仪之地正中心飞去 一路之上 青山老者身上的伤慢慢好转 黑气渐渐散去 只不过在他的眉心上 那植物的虚影视而闪烁 白沙女子沉默 闭上了双眼 很快 本尊便来到了仙仪山林的正中间 那巨大的深坑之处 落地后 本尊一拳打在深坑之内 顿时 一个漆黑的空间裂缝出现 他指尖一弹 两滴鲜血落在了青山老者与白沙女子眉心 随后 一挥之下 二人身子被抛进这裂缝之内 在里面找 若是能找到亡灵 我饶你二人不死 本尊的声音落在二人耳中后 随后裂缝消失 本尊盘膝坐在深坑之外 沉默不语 他不能进入裂缝之内 否则的话 外面没有了牵引之处 困在其内的亡灵将永无出来之日 可若是不进去 寻找起来太过困难 所以他才没杀这二人 在他二人体内留下烙印 让他们去寻找 虚无之中 亡灵盘膝坐在星罗盘上 此刻 他猛地睁开双眼 双目一闪自语道 原来是这样 他眼中闪烁寒芒 站起身子 操控罗盘飞行 同时 神石散开 寻找那进入虚无之中的二人 时间慢慢地过去 这一日 亡灵正操控罗盘飞行间 忽然神色一动 急驰而去 很快 他便看到了前方不远处 有二人正在飞行 正是那青山老者与白沙女子 这二人此刻颇为狼狈 气息虚弱 他二人看到亡灵后 立刻面露复杂之色 白沙女子想要说些什么 但张开口后 轻叹一声 没有说话 亡灵冷冷地看了他二人一眼 身子一动 飞到二人近前 右手一照 立刻两滴鲜血 从二人眉心飞出 被亡灵抓在手中 前辈 我 白沙女子犹豫了一下 低声说道 亡灵根本就不理会二人 拿住血液后右手一照 星罗盘立刻飞到手中 被他放入除袋内 就在这时 盘西坐在深坑之外的本尊 默然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一丝灵动 一拳轰击在虚空 顿时一个圆形的空间裂缝出现了 其所出现之外 正是在虚无之中的亡灵身前 亡灵看着身前突然出现的裂缝 没有任何的惊讶之色 身子一动 走了出去 从始至终 他没有与二人说过一句话 亡灵身子踏入裂口后 裂口消失 只留下虚无之中的二人 自生自灭 出现在深坑之外 感受到阳光照射在身上 亡灵深深地洗了口气 劫后余生的感觉 在心间升起 他低头看了一眼身下的深坑 身子一动 消失在原地 与他一同消失的 还有本尊 亡灵从仙仪之地飞出 在昔日的山谷外停下 放出宝塔 谭西坐在塔下 闭上了双眼 本尊坐在他的对面 同样闭目大作 一日后 亡灵与本尊同时睁开双眼 亡灵一拍楚带 拿出散发耀眼黄芒的轮回果 看着此果 他略有沉意 相对此果的需求程度 显然本尊最为适合 可惜只有一个 亡灵把此果一抛 被本尊抓在手中 本尊大手一捏 顿时此果碎裂 其内流出一股粘稠的金色液体 这液体不多 只有极少 但当液体碰到本尊皮肤后 立刻钻入 顺着本尊皮肤上的裂纹 转眼间蔓延起来 此刻的本尊 就好似身上披了一层金网般 他全身的裂纹 原本并不出奇 但此刻却是散发阵阵金芒 慢慢的 金芒越来越亮 最终从裂缝内融入血肉之中 消失在本尊体内 本尊从始至终 神情没有任何变化 许久之后 他目中一道金芒一闪而过 他全身的经脉 已然全部消失 吸收天地灵力的速度 增加了无数倍 此刻的本尊 才真正算得上是 古神一族 至于那轮回果 此刻已然消失不见 本尊站起身子 脚下一踏 沉入地底 消失不见 王林深吸口气 一拍储物带 一段段轮回木 被他摆在身前 他拿起一块 开始了制作岁月木雕 时间也如岁月一样 慢慢地流逝 周家村内 周儒已经三岁了 他生得颇为美丽 只不过 三岁的他始终不曾说话 为了这事 他的爹娘请过了不少郎中 药也吃了不少 可最终还是如此 小周儒的性子 很安静 他从不与村子内的 其他小孩玩耍 而是常常自己 坐在家里的院子内 看着天空 眼中露出迷惑 周儒的父亲 一个双手粗糙的中年汉子 此刻坐在院子内 看着女儿叹了口气 为了女儿 他这些年 购买了不少人参 找了很多郎中 可惜这孩子 还是不说话 难道 真的是哑巴吗 周儒的父亲 暗叹了一声 这一日 一个身穿道袍的老者 来到了周家村 村里的一些长辈 立刻恭敬地出营 并且吩咐下去 把所有六岁以下的孩子 叫来 没过多久 村里六岁以下 一共十九个孩子 在父母的陪同下 来到了村子中央 周儒的父母 也在其内 周儒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迷惑地看着四周 他有些害怕 紧紧地拽着母亲的衣角 夫人蹲下身子 轻声地安抚女儿 随后抬头 对自家男人低声道 儒儿太小 我看算了吧 周儒的父亲 摇了摇头说道 嗨 试试吧 如果真的被选中 这孩子以后可就富贵了 夫人咬着下唇 没有说话 那身穿道袍的老者 神态居傲 隐约露出一丝不耐烦 他已经走了数个村子 可就没看到一个拥有灵根的 若非门牌规定 每六年所有弟子 都要下去寻找拥有灵根之人 他才不会去下山 这个周家村 他六年前就来过 十二年前也来过 均都没有发现拥有灵根的孩子 六年前在前面的刘家村 发现了一个拥有灵根的孩子 此次再去 不知道还能不能发现 若是还能遇到一个 那么又可以得到三块中品零食了 老者内心暗倒 目光在一个个孩子的身上扫过 眉头越皱越紧 眼中失望之色越浓 忽然 他目光一凝 落在了周如身上 立刻为之一争 他身子一动 几步间来到了周如身边 右手在他额头一点 顿时 面露狂喜之色 这 天生拥有灵力 百脉全通 紫光透体 好 老者盯着周如 他眼中看到的不是这孩子 而是一块金光闪闪的上品零食 他所在的门派虽小 但却依附于云天宗存在 门内的零食有一些 掌门虽说平时吝啬 但对于寻找到天资绝佳地资者 奖励却是极为丰厚 这个孩子 我要了 老者哈哈一笑 对着村子里的一些老者说道 周如眼中 露出惊慌之色 死死地抓着母亲的衣角 小脸露出惊慌之色 小说 仙逆 第三百五十七章 叔叔 夫人脸露不舍 抱住周如 哀求的目光 看向自己男人 周如父亲 沉默少许 低声道 道长 这孩子天生的哑巴 哑巴 没关系 老者右手一弹 周如母亲立刻身子一颤 退后几步 老者一把抓住周如笑道 好了 你跟我走 周如露出害怕之色 身子轻颤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 他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此刻心中极为害怕 周如的父亲一咬牙 正要说话 忽然老者眉头一皱 扭头看来 冷淡地说道 能看中你们家的孩子 吃你们的福气 休要过躁 此时 村子里的一些老人 连忙上前 劝慰周如父亲 那老者轻横一声说道 老夫又不是抢你们孩子 而是给他一场天大的造化 你们日后还有相见之日 说完 他身子一动 抱着周如 大步向着村口走去 周如惊慌之下 立刻哭了起来 声音充满惊恐 爹 娘 一个至嫩的声音突然从他口中传出 老者一愣 哈哈笑道 哈哈 原来不是哑巴 如此更妙 汝儿 夫人眼泪流下 正要追上去 被周如父亲拦下 他睁睁地望着老道消失的方向 低声说道 唉 能被选中 是他的福气啊 那老道出了村口 越看周如越是兴奋 自语道 一块上品灵石 哈哈 有了这上品灵石 我就可以冲击 助击 终击了 小娃娃 老夫也不亏待你 日后你长大了 老夫收你为徒便是 他正要扔出飞剑 回到门派 忽然 诸如一口咬在了老者手臂上 不过 一个三岁的孩子 又能有多少力气呢 但这老者却是眉头一皱 轻哼一声说道 你这娃娃 不是抬举 说着他左手一挥 就要扇周如一巴掌 想要给这孩子一些教训 省得一路上哭哭啼啼 好似自己抢人娃娃一般 你敢 老者的手刚刚抬起 忽然身体一寒 全是冷汗之流 在他的前方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白衣青年 老者连忙放下周如 恭敬地说道 前辈 前辈 没等他说完 王林袖子一甩 老者身子立刻被一股狂风吹起 远远地消失在原地 王林蒸蒸地望着周如 早在一年前 他便让铁岩回到了云天宗 自己亲自守护周如 今日的一幕 他看在眼中 本想立刻出手 但略一琢磨便停了下来 等待老道把周如 从他父母身边带走后 这才走出 看着王林 周如眼中害怕之色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深深的迷茫 叔 叔叔 周如 翠声说道 叔叔 王林轻叹 柔声说道 哼 跟叔叔走吧 好吗 周如眼中迷茫之色更浓 他看着王林 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这个叔叔 让他有种极为依恋的感觉 他点了点头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复杂之色 抱住小周如 右手一挥 一道灵光把他包裹在内 好似生怕飞行时的寒风 会把他动这一般 他身子一跃 抱着周如 慢慢地消失在天边 仙玉宝塔下 王林抱着周如出现在此地 旁边起了一座石屋 与当年一模一样 到家了 王林放下周如轻声道 周如安静地点了点头 好奇地大眼睛看着四周 但却不去碰触 只是站在王林身边 无论王林去哪 他都紧紧地跟在身后 即便是王林打坐时 他也会安静地坐在一旁 眼中露出一丝迷茫 夜晚 周如睡下 王林坐在床边 看着周如睡梦中的小脸 轻声道 婉儿 你现在原因不稳 记忆无法恢复 等你十九岁时 自然就会恢复了 他看着周如 当年与李木碗的一幕幕场景 在脑中一一闪过 轻叹一声 王林给周如盖上了被子 起身走了出去 周如不像他 只需打坐便可补充体内所需 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 食物是生长身体的最好之物 王林在食物外 以法术搭建了一处造房 五百年来 从未做饭的他 出去了一趟 买下了大量的食物后 亲自为周如煮粥做饭 清晨 周如睁开眼睛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盘西坐在一旁的王林 他捧着下巴 安静地看着王林 王林睁开眼睛 在周如的头上摸了摸 笑道 喝不饿 周如点了点头 王林右手一照 一碗粥落在手中 为着周如吃下后 周如睁着大眼睛说道 叔叔叔叔 这个碗怎么会飞呢 王林 王林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而是闭上眼睛 盘西打坐 时间慢慢地过去 王林沉浸在这样的生活中 每天看着周如慢慢长大 一种当年化繁时的感觉 渐渐在他心中生起 那是一份安宁 一份平淡 这一日深夜 王林正在打坐土纳 忽然石屋内传来一声惊呼 王林目光一闪 立刻冲入房间 只见小竹儿躺在床上 被子被他踢在一旁 他的小手紧握 脸上露出挣扎之色 叔叔 救我 叔叔 爹娘 王林右手按在周如眉心 缓缓地送去一道灵力 慢慢地 周如渐渐平复下来 睁开了双眼 他的眼睛 好似星辰一般明亮 看到王林后 他立刻哭了起来 断断续续中 王林哑然失笑 原来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身在一处漆黑之中 看不到一切 爹娘离他远去 叔叔也走了 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 来 把这个拿着 以后如果遇到刚才的事情 你就晃一下铃铛 王林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个铃铛 放在了他的手中 这铃铛正是得子 邱四平 王林这段日子研究之下 发现这一对铃铛 与他当初的那件上古修士 铃铛法宝 好似同出一辙 他研究之下 从这三个铃铛上 看出了几个印诀 与使用的方法 尝试之后 对于其威力 王林很满意 更难能可贵的 则是这三个铃铛之间 有某种奇异的联系 只要拿着铃铛 无论身在何处 都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另外 在邱四平的楚代内 王林还发现了遗物 那是一把剑铛 看到了剑铛的一刻 王林立刻从楚代内 拿出自己的三把 对比之下 这四把剑铛一模一样 只是花纹有所不同 岁月流逝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周如五岁了 这两年间 王林多次哭笑不得 周如不再像以前那么安静 而是有些顽皮起来 事而 王林不在身边时 他就把铃铛拿出来玩耍 只要铃铛一晃 王林就会出现在他身边 对于他的这个行为 王林颇为无奈 但却没有去说 不过周如却是聪明 几次之后也就不再晃动了 而是美美的把铃铛放在怀里 贴身放着 好似珍宝一般 这两年 王林带他回去看了父母一次 只不过是在他父母睡下后 这一日 王林坐在石屋外 盘膝打坐 睁开眼时 看到周如捏手捏脚地 从宝塔内走出 他手里还拿着一碗粥 看到王林后 他伸出小舌头 跑到进前 翠生说道 说说说说 我刚才又看到神仙姐姐了 嗯 可是他不吃饭 宝塔之上的白衣女狮 周如在四岁的时候 偷偷地跑了上去 看了一眼 头内之后 他便惦记上了 使而跑上去 看着白衣女狮 丝毫不觉得害怕 甚至还有一次 他把王林给他煮的粥 带了上去 想要为女狮吃粥 对于这些事情 王林更是哭笑不得 但却不忍去说他 毕竟周如还小 一切都任他去做 只不过 为周这件事 他很认真地 与周如解释了一番 可最后 周如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白衣姐姐 总是睡觉 却不吃饭呢 你神仙姐姐不吃饭 以后啊 不要总拿周上去了 王林无奈地说道 他总感觉 这里面有些乱 那女师 周如居然叫他 神仙姐姐 叫自己叔叔 若是有一日 周易从大罗星回来 不知听到如此说法 会有如何的表情 那他不饿吗 我要是一天不吃饭 我就觉得饿死了 小周如睁着大眼睛 不解地问道 随后又道 啊 我把周 放在姐姐身边了 他醒了 自己就会喝了 叔叔 你就不用管我了 王林苦笑 正要说话 忽然神色一动 看向远处 孔中说道 小若儿 进塔 嗯 是坏人又来了吗 他们好烦人呀 总是来 周如乖巧地点了点头 拿着周婉 再次回到了宝塔内 在一年前 陆续有他国修士来此 打着挑战的旗号 要与曾牛一战 对于这些人 王林初始没有在意 毕竟宝塔一开 这些人根本就进不来 可之后 这些人不但不知进退 反而越加地放肆 虽说进不来 但却占据了四周的山头 明目张胆地向其内窥望 更是拿出法宝挥舞 有一次夜里 周如正在睡觉 被这法宝之声惊醒 吓得哭泣出来 王林当时身子一闪 便踏步走了出去 回来时 山谷外挂着七个 血淋淋的人头 从那之后 每到夜里 外面绝对不会有 任何的声息 只不过 挑战之人还是不绝 这里面 甚至还有一些 成名的化身修士 开了杀力之后 王林对于挑战之人 绝不留守 来一个杀一个 渐渐的 挑战之人便少了 只是偶尽 偶尔还会有一些 曾牛 学育国廖凡 向你讨要 雨膳雨宝 一个冰冷至极的声音 从山谷内 缓缓传来 请听小说 仙逆 第三百五十八章 司徒南 徐玉国 王林目光平静 他不向前走去 几步之下便出了山谷 只见在谷外 站着一个青年 身穿青色碧水长山 相貌虽说寻常 但却有一股冰冷之意散出 此人双目极为明亮 皮肤晶莹似冰 他随意地站在那里 四周百丈之内 立刻好似寒风吹过一般 把暖意全部卷走 看到王林出来后 此人眼中 闪过一丝寒芒抱拳道 走牛 雨膳雨宝拿来 王林扫了这青年一眼 对方的修为是化神中极 他一拍橱带 两片羽毛在手 一甩之下 这羽毛立刻化作蝉红 砰的一下 刺入一旁山谷悬崖上 露出的部分 微微轻颤 青年身子一动 立刻向着旁边的山崖冲去 王林右手在橱带上一抹 手中立刻多出两个铃铛 一抖之下 叮当之声顿时响起 这声音极为清脆 响动之下化作音波 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廖凡轻哼一声 右手掐绝在身旁一点 白光闪烁中 一道道锋利的冰刀 漠然间无声无息的出现 他一甩之下 这些冰刀立刻发出呼啸的破空声 向着王林挥舞而去 王林哈哈一笑 身子不退反进 踏步之下 手中铃铛一抛 立刻两个铃铛 在半空忽然变大 阵阵咚咚之声 从其内散出 顿时 那些挥舞而来的冰刀 立刻出现了碎裂 尚未临近 便砰砰声中消散 甚至连四周的山谷崖壁 也在这铃铛的声波中 出现了一层层军令 廖凡神色如常 他早就听闻这 憎牛的厉害 此番寿命来此 本就不是为了什么余宝 而是探查 他身子落地 双手掐绝 双目寒芒一闪 猛地向前一推 顿时阵阵白芒 在他身上闪动不断 随着一推之力 这些白芒立刻 从他身体上 宣泄而出 在他身前 立刻化作一个 巨大的虚影 这虚影 并非亡灵熟悉的 血仙玉冰仙 而是一个 盘膝而坐的老者 这老者的虚影 幻化而出后 立刻睁开双目 在他睁眼的瞬间 王林目光一闪 右手掐绝 立刻打出一道灵绝 印在了铃铛之上 立刻 那两个铃铛迅速旋转起来 不断地相互撞击 这正是王林研究了此宝之后 得到的另外一种用法 铃铛旋转撞击 声音更大 剧烈地响动之下 廖凡的身子 不由自主地退出了树杖 这才稳住身子 他盯着那铃铛 口中轻贺 杀 幻化而出的老者虚影 立刻抬起手臂 点向王林 一点之下 他整个虚影 立刻收缩 化作一道虚幻之戏 漠然间刺向王林 快若闪电 急驰而走 王林目光一闪 身子瞬移之下 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已在上空 但那虚影化作的唤气 却是拥有灵性一般 一弯之下拔地而起 曾牛 若你只有这些手段 今日就受死吧 廖凡盯着王林 冷笑道 他右手一拍杵带 立刻拿出一个铜钟 这铜钟之上 有十二个数字 分别代表了朱雀星上的 十二个月份 在每个月份之下 还有无数细小的符号 这代表的是十二个月的每一日 他左手在铜钟上一拍 立刻始终缓缓转动 代表八月的数字 立刻闪烁轻盲 紧接着 旗下一个符号随之闪动 今日是八月九日 曾牛 这是你的死记 廖凡说完 手中铜钟向上一抛 立刻 一只巨大的鬼爪 从死中之上幻化而出 在这鬼爪内 两道金光闪烁不定 王林神色始终如常 他右手掐绝 隔空一点铃铛 立刻 那两个旋转的铃铛 轰然地撞在一起 崩溃了 无数的碎片 漠然间升空而起 环绕在王林身边 迅速转动 王林口中轻吐 讲 顿时 这些碎片立刻一收 包在王林身上 形成一幅 清光闪闪的铠甲 在这铠甲上 有两个铃铛的图案 面对那老者 化作的虚幻之气 王林不闪不躲 任由那幻气刺入 落在铠甲之上 顿时 铠甲上出现了 无数的水波纹落 一阵幻气虚弱 再阵幻气消失 这阵波灵甲果然有效 王林微微一笑 目光看向廖凡 此刻 那铜中化作的鬼爪 已然抓来 王林轻横一声 右手一拍杵带 立刻仙剑在手 一盏挥去 立刻 那鬼爪崩溃 铜中发出咔咔树声 出现了一道裂痕 连同其后的廖凡 也是胸前见血 灯灯灯 后退竖步 右手按在胸前 脸上苍白无色 但他的双眼 却是露出一丝 得逞之容 狂笑道 曾牛 受死吧 王林眉头一皱 就在这时 忽然那铜中碎裂之处 唤出一声咆哮 紧接着 更多的裂缝 从其内扩散 漠然间 一只枯萎的手臂 从其内猛地伸出 一斗之下 整个铜中化作 废铁碎片 崩溃一地 只剩下一团黑气 在半空 好似火焰一般 在闪动 王林右手掐绝 向前一挥 立刻 一股怪风横扫而来 那火焰般的黑气 立刻被生生地 吹出三尺 露出其内一只 枯萎的断臂 飘在半空 那些黑气 正是从这手臂上散出的 王林目光一闪 手中仙剑再次一展 砰的一下 那断臂之上的黑气 立刻飘动 挡在断臂之前 但剑芒却是透过黑气 落在了断臂之上 立刻那断臂上 裂开一道伤口 一阵咆哮 从其内传出 紧接着 从伤口处 立刻释放出 大量的黑气 这些黑气 诡异地蠕动 居然化作了人形 这是一个 看不清面貌 由黑气组成的人影 只能看到 在双眼的位置 有两团幽光 王林神情凝重 这廖凡是他 所遇到的敌人中 不多的几个 虽说是化神中期 但是法宝 却层出不穷者 这样的修士 极难对付 黑气化作的人影 裂开大口 吼出一声咆哮 身子一动 向着王林冲去 他速度极快 身子未到时 庞大的阴寒之气 便立刻扩散开来 一股危机感 立刻在王林心中升起 山谷外的草地 顿时化作冰晶 风一吹 立刻成为深蓝色的碎木 甚至连四周的山谷崖壁 此刻也被这阴寒之气冲击下 立刻被蓝色薄冰覆盖 这种寒 比之冰雪之寒 还要重上数倍 这气息疯狂地云涌 漠然间笼罩王林四周 寒气入体 它的血液甚至都要被冰冻了 察觉到这气息的瞬间 王林心神一震 他双目立刻大亮 这气息极为熟悉 分明就是与皇权生俏诀 凝炼而出的阴寒气息 一般无二 只是 对方散出的阴寒之气 却是要比自己修炼的 还要强大无数倍 只有当年司徒男 以及他的身体施展时 才能与之一比 他身子立刻后退 同时右手掐掘向前一指 顿时 许久未曾使用 以皇权生俏诀修炼而出的冰炎 在他的身体中 漠然从指尖透出 这是一团深蓝色的火焰 它散发的不是热浪 而是寒霜 冰炎出现的瞬间 进入到亡灵体内的阴寒气息 立刻消散 就连四周的阴寒之气 也立刻化作一道道黑气 被冰炎吸收 那冲击而来的黑气 化作的人影 立刻一顿 双眼幽光飞快地闪动 盯着那冰炎 口中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黄泉冰炎 即便是老夫当年徒孙留下的黄泉道 也无法修炼出如此纯净的冰炎 你到底是从何处得到的黄泉声 挑决 王林身子立刻后退 几步之下便退到了山谷宝塔范围之内 停了下来 你是谁 王林听到黑气中的声音 以他修炼五百年的心神 也不由自主地为之震动 这种震撼是他几乎从来没有过的 王林的头皮有些发麻 这声音他太熟悉了 不管你从何处得到 今日都要死 老夫 死途难 那黑气人影说着 速度极快已然来临 冲进了宝塔范围之内 右手向着王林头部横扫而来 王林压下心中的滔天震惊 口中大喝 退 立刻 周易问鼎修为的一丝神念 从宝塔内传递而出 顿时 那黑气化作的人影 仿佛被一股大力撞击般 在王林身前三寸之处 硬生生的止住 不甘心的大吼一声 他身子猛地向外抛出 在抛出的这一过程中 他身上的黑气消散 只剩下一只断臂 一把抓住 震惊地看着这一幕的 料帆一闪之下 消失在山谷外 王林蒸蒸地望着 对方远去的身影 喃喃自语道 司徒南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呢 他心神大乱 右手一照 把羽毛收起 茫然地回到了山谷内 坐在宝塔下 他抬头看着天空 与司徒南 在一起的一幕幕 闪过心头 司徒南 他说自己是司徒南 周如从宝塔内 探出小脑袋 看了王林一眼后 立刻乖巧地走出 坐在王林对面 他这几年 从未看到过 眼前这个叔叔 有如此一般的表情 好似在迷茫 又好似在回忆 坐了一会儿 周如站了起来 眼睛一转 捏手捏脚地 跑到造坊 出来时 手中多了一个大碗 里面装着粥 哼 叔叔不让我 给神仙姐姐喂吃的 我就悄悄去喂 他从王林身后绕过 钻入宝塔 立刻欢呼一声 小说 仙逆 第359章 司徒 王林目光一凝 右手点在眉心 立刻 他整个身子 化作七彩之色 消失在原地 天逆空间内 四周的那些 奇异的发光体 依然如故 王林看都不看一眼 现身后 向前踏步而去 没过多久 他便来到了 司徒南 猿鹰所在之地 在司徒南 那巨大的猿鹰旁 父母的魂魄 散发柔和之光 使得王林的心境 慢慢平息下来 他先是给父母的魂魄磕头 默默地看了许久 这才把目光投向了 司徒南的原因 司徒南盘膝坐着 双目紧闭 身上并未如以前那般 暗淡无光 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只能说略有恢复罢了 王林望着司徒南 自语道 司徒的原因在这里 那么刚才那个人 为何说自己是司徒南 莫非是同名同姓之人 可若真如此 为何对方也会使用 黄泉声敲诀 王林沉默 目露沉吟之色 少请他目光一宁 司徒曾说过 当年他与几个 非珠雀星的修士 抢夺天逆珠子 后来肉身破碎 不得不舍弃 原因进入天逆珠子后 这才躲过此劫 王林眼中越来越亮 他想到了 刚才看到的那个断臂 黑气是从断臂上 散发而出的 那自称是司徒南的人影 也是从断臂上幻化而出的 莫非当年司徒的肉身 被人取走恋化 从而产生了一丝神识 王林心中大胆地猜测 但又并非确定 许久之后 他长叹一声 看着司徒南的原因苦笑道 司徒前辈 那若真的是你的断臂 我倒有些相信你以前和我说的 你是朱雀星第一高手的话了 王林摇头 从始至终 他都不是很确信司徒南的话 而且越是修炼 这个想法便越重 朱雀国第一高手 是朱雀这个称号的所有者 司徒南除非当年是朱雀 否则的话 不可能是第一高手 而且这司徒南 在天逆空间内已经无数年 即便当年他真的是第一高手 可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 怕是也有所不足了 沉默少许 王林再叹 走出了天逆空间 雪玉果 冰雪神殿之中 一座完全由冰晶制作的宫殿内 一个看起来平常至极的中年男子 坐在了椅子上 在他的身前 有一套暗红色的茶具 下手方站着两人 这两人一男一女 均都是白发苍苍 站立不动 中年男子拿起一旁的竹筒 轻轻地倒出一丁点茶叶 右手在一旁拿起一块冰 放在茶壶中 一点之下 立刻冰块融化 随即沸腾 一股苦涩之味 立刻从茶壶内升起 顿时弥漫整个大厅 中年男子拿起茶壶 把里面的水全部倒掉 最后再次拿出一块冰放入 催化沸腾之后 这一次一股奇异之香顿时升起 立刻把大殿内的苦涩 冲得是一干二净 整个大殿笼罩在这浓香之中 甚至是在大殿外 这香味也不散开 天雀与丝的味道 即便是天天去闻 也不会有厌烦的一日 可惜啊 紫茶太少 我也只是在朱雀国 偶尔获赠一些 你二人运气不错 过来品尝一下 中年男子说着 拿起茶壶倒了三杯 一壶茶只有三杯 便所剩无几 下方二人连忙上前 各自拿起一杯仔细的品味 只不过 那老玉却是心不在焉 也不闲烫 一口喝干 顶着中年男子说道 宗主 茶也喝完了 还请出手 把那曾牛擒杀 中年男子 颇为心痛地 看着老玉糟蹋茶水 叹道 哼 那曾牛 只不过是小人物而已 若非朱雀山上传讯 不让人动他 早就有人去取他性命了 可他居然敢断 红蝶一臂 红蝶是我 雪玉国的希望 宗主 你莫要忘了 你之所以可以达到应变 正是因为红蝶啊 那老玉抬头说道 至于旁边的老者 则是低头喝茶 一语不发 中年男子 目光见了 盯着老玉 缓缓说道 我不会忘记 但也用不着你来提醒 老玉沉默不语 许久之后说道 还请宗主出售 中年男子 拿起茶杯 抿了一口说道 这曾牛有兽雷蛙 有法宝一对灵的 一杆可以幻化出 无数尽致的小旗 还有一把 无坚不摧的飞剑 另外 根据廖凡最新的消息 这曾牛还掌握了 昔日黄泉道的功法 这些都是其次 最主要的 这曾牛手里有一物 此物虽说是免小旗 但却有一股 可以毁灭一切的 气息存在 老玉一争 目光闪动说道 原来宗主 一直都在调查此人 中年男子点头说道 能被朱雀山看中 提出要与红蝶一战之人 我岂能不注意 朱雀的名号 未来一定属于红蝶 我岂能让人去破坏 我派廖凡拿我的法宝 前去试探究竟 倒也探出了一些事情 老玉恭敬的低头 不再言语 只不过 现在不是杀他的时候 要等他与红蝶一战后 到时 他无论胜负我都会 亲自出手把他杀死 而且 此人擅长逃顿之法 我在巨魔族的好友传来消息 他怀疑巨魔族的星罗盘 也在此人手中 有了此盘 这曾有一旦撕裂 空间进入虚无之中 除了应变后期的老怪 无人能追得上 中年男子再次喝了一口茶水 缓缓说道 老玉眉头一皱 抬头说道 宗主的意思是 要杀他 必须一次成功 我若出手 他定会逃走 所以 一旦出手 我会先布置一个大阵 防止他撕裂空间 并且请巨魔族出面 如此一来 有了两个应变 其修士 即便此人有通天之威 去须一个化神 其修士 杀他可谓是十拿九稳 本宗主不出手则已 出手 必须成功 中年男子平淡地说道 老玉脸上恭敬之色更浓 此刻 旁边的老者放下茶杯笑道 哼 区区一个化神 终其修士 我们是否有些 小题大做了 中年男子 微微一笑说道 你可知 他的意境为何 哦 老者抬头 根据 红蝶传来的信息 此人的意境 乃是轮回之下的 生死感悟 能感悟如此意境之人 即便是化神奇 也不能小觑 中年男子眼中露出一丝感慨 老玉沉默 他内心暗叹 实际上他极力主张杀着 曾牛的原因 乃是他当年为红蝶算的一挂 红蝶有一截 他担心此截会硬在这 曾牛身上 春去秋来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周如十岁了 小女孩越发出落的亭亭玉立 只是性子却是越来越野 包塔内给白衣女士 喂周的事情 他早就没了兴趣 虽说时尔还会想起 但却不再去喂了 四周深山内外 几乎遍布他的足迹 虽说年纪还小 可胆子却是极大 山里的老虎野兽 常常被他骚扰 当然了 以他的本事 是无法威胁到老虎野兽的 铁岩在四年前来到了山谷 他已经到了进入化神的最后阶段 可惜在云天宗却是始终停步 于是索性再次放弃一切 跟随亡灵左右 由他陪着 小周如这才嚣张起来 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亡灵在这五年 巩固体内灵力 终于达到了化神中期的修为 可惜 无论他如何努力 却是始终寸步不前 亡灵知道 自己这是遇到了修炼之中的平静 若是无法突破 此生修为将止步 这五年内 挑战者渐渐少了 曾牛的名气却是越来越大 成为了众多修士口中 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一日是当年与朱雀国所约定的十年期限 这一天是与红蝶大战的日期 在山谷外 早在半年前就有朱雀国修士奉命来此 制造了一座传颂镇 此镇只能使用一次 只需瞬间便可横渡朱雀星进入朱雀国 冯玉山恭敬地站在山谷外 他十天前带着战铁来此 准备交给王林应十年前的约定 这时日 王林始终在思考 这一战到底该不该去 朱雀国这几十年里 始终没有对当年之事追究 此事在王林看来存在很大的蹊跷 他自己分析 很有可能朱雀国 想要收自己为核心弟子 就如当年的红蝶一般 故此才会有这一战 这一战 不仅朱雀国的一些 不问世事的老怪会看到 而且整个朱雀星都会知晓 毕竟 红蝶的名气太大了 为了一个红蝶 四派联盟覆灭 学育国硬是提高到五级 这种事情几乎在朱雀国的历史上 从未有过 如此一来 红蝶的名字 已然被绝大部分的修士知晓 而曾牛的名气 却是踩着红蝶突然之间出现 如此一来 他的名气更大 现在 两人的一战 已经成为了朱雀星修士 目光中的凝聚点 二人之间获胜者定有天大的机缘 此事几乎路人皆知 亡灵岂能不明白 他知道 朱雀国的那些不问世事的老怪 他们是想看看 二人之中到底谁才是胜者 若是他达到了应变期 又或者是化神后期 那么即便断了红蝶一臂 怕是也难逃一死 偏偏他又是化神初期的修为 断红蝶一臂 如此一来 定是引起了某些大人物的注意 故此 才会有了这几十年的缓冲 亡灵目光一闪 心中 有了主意 说仙逆 第三百六十章 十年之约 周如骑在一头黑纹老虎身上 手里拿着一个小柳枝 一边拍着老虎脑袋 一边偷眼看向王林 那老虎不敢发威 搭拉着脑袋 在山谷内走来走去 小白 抬头 周如眼睛一瞪 老虎立刻低吼一声 乖巧地把头抬起 低头 老虎连忙低头 抬头 如此周而复始十多遍后 老虎依旧听从 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只求背上的小祖宗玩高兴了 如同前段日子 把黑熊放回山林一样 把自己给放了 他不敢反抗 先不说那个年轻人 单单是不远处 那个打坐的老头 就不是他能惹得起的存在 他并非寻常的老虎 而是一头修炼多年的虎精 自然能够感受到 那老头身上 令他恐怖的气息 反倒是那个青年人 身上没有任何气息 与凡人一样 不过 他更不敢招惹此人 前几日 他亲眼看到几人 比那老头还要强大的修士 对着青年毕恭毕敬 如此一来 以他的虎头自然知晓 这位不能惹 所以 即便背上的小祖宗再刁难 他也会按吩咐去做 其实 他内心反倒有些庆幸 要知道 他以前可是看到过那头黑熊 被这小祖宗教训的凄惨样子 他从来没见过一头黑熊 居然还能倒立走路 也没见过黑熊 居然可以拿起筷子吃饭加菜 更不用说 那巨大的熊爪子 还能给人敲背挠痒痒 每次想到这一幕 他便不由自主地打起冷战 对背上的小祖宗更加的畏惧 他自认自己是一头高贵的虎精 绝不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不过 低头抬头这样的事情 还是可以接受的 王林盘西坐在宝塔下 看着周如身下那好似极为委屈的老虎 微微一笑 这头老虎有了三百多年的道行 但却与修饰不同 只是具备了筑基其左右的修为 被周如一次看到后 立刻让铁岩抓来 并且起名小白 曾道友 十年之约已到 冯某奉朱雀山之命 送来战铁 山谷外 冯玉山的声音 缓缓响起 王林的目光从周如身上移开 落在了山谷外 少请他站起身子 铁岩 铁岩从打坐中苏醒 立刻站起 恭敬地来到王林身前 我要去一趟朱雀国 死去日期不定 但最多八年 我一定会来 在我走的这段日子 小如儿你帮我照顾 王林看着周如 对铁岩说道 周如没看王林 但他的耳朵却是一动 撅起了小嘴 在小白头上 狠狠地抓了一把 低声说道 哼 坏叔叔 坏叔叔 每说一次 他都要抓一下 小白的毛发 十岁的孩子 虽说力气不大 但抓起毛发来 却也让小白有些痛 毕竟那是额头的王发 是最贴肉的 吃痛之下 他又不敢发威 只能低吼几声泄愤 铁岩称事 神情凝重 犹豫了一下 说道 恩公 朱雀国乃朱雀星第一个国 其内高手无数 您去了那里 定要小心 自从四年前 他再次放弃一切 追随王林后 原本的主人之称 便换成了恩公 王林对他有化神之恩 此恩在他眼中 比之生命 也绝不差上半分 王林点头说道 包他我留在这里 并且全部开启 百里之内 除了您与周儒之外 无人可以进入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 你要把小儒儿照顾好 恩公放心 老夫定会保得晚 儒儿小姐安全 铁岩立刻称事 王林沉吟少许 一拍楚无带 一道白光在其内 一闪而出 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化作雷蛙 周儒看到雷蛙后 立刻双眼一亮 他身下的那头老虎 则是身子一软 险些瘫在地上 他清晰地察觉到 眼前的这只蛤蟆 其身上又是 浓重到极点的妖气 这气息 立刻让他心惊肉跳 心里对于山谷内的 这些人更加的畏惧 此刻 即便是让他倒立 让他用筷子吃饭 让他给小祖宗敲背 他也不敢有任何怨言 小如儿 过来 王林蹲下身子 柔声道 周儒小嘴撅起 不理会王林 但琢磨了一下 一拍老虎头 宠王林 伸舌头脆声说道 坏叔叔 你自己出去玩 不带小如儿 不带小如儿 王林哑然失笑 这几年来 周儒越加地调皮 与当年的李木碗性格 截然不同 若非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周儒体内李木碗的原因 有时候还真会觉得 自己是不是抱错人了 这几年 山林内外的野兽 凡事稍微强大点的 都被这周儒欺负过 不过 他只是欺负 却从不伤害他们 反而有时候 遇到一些受伤的野兽 还要要求王林去救治 王林时而看到周儒 内心有些不忍 为了让他陪在自己身边 从而让他失去了童年 与同伴玩耍的快乐 只能与这些野兽为友 自己这么做 是否有些太过自私 不过 这些念头只是一闪 便被王林收起 他本就不是一个无私之人 把周儒放在别人家里 他不放心 只有在自己这里 才能保证他不出意外 如而怪 叔叔出去一趟 过几日就会回来 到时候 给你抓一只大一点的老虎 王林笑道 哼 多大呀 比小白要大吗 周儒毕竟还是孩子 一听这话 立刻来了兴趣 也不再与王林怨气 而是连忙问道 嗯 比小白大 王林肯定地点了点头 周儒歪着脑袋 想了想说道 嗯 好吧 那你要快点回来 王林摸了摸周儒的头 认真地说道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小儒儿 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你要听话 不能走出百里之外 知道吗 周儒点了点头 乖巧地说道 那你不要忘记 我的大老虎 王林微微一笑 站起身子 看了铁颜一眼 内心沉吟起来 这铁颜 他并非不信 毕竟这么多年来 此人的心性 他已然了如指掌 只是 周儒对他的重要程度 不是简单的信任 便可以托付的 所以 他留下了雷蛙 由此蛙仔 若是这铁颜有什么异常 他定会阻止 实际上 王林考虑的有些多了 铁颜的性子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 已然变得心无旁骛 只求可以化神 而王林给了他希望 对他有大恩 另外 这周儒可以说 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从刚出生时 便一直守护 多年下来 内心已然有了一丝 爱护之情 即便王林不吩咐 他也会保全周儒安全 另外 更不用说当年的李木丸 多次为他炼丹之意 王林给雷蛙传出一道神念 拜托他守护周儒 雷蛙腹部鼓起 算是回应 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晒起太阳来 对于雷蛙 王林是相信的 有些时候 世间之事就是如此 兽比人更能获得信任 除了这些之外 王林还有一道最终的保护 那便是本尊 本尊就是在宝塔之下的地底深处 有本尊在 一切危险都可以化解 这才是他真正的放心之处 只不过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拥有本尊 本尊才是他真正的杀手锏 比之一切法宝都要隐藏得深之又深 交代完这些余事 王林向着山谷外走去 迎接他的将是一个辉煌 还是一个末路 他不知道 只不过 五百年的修炼 王林的心已然坚定如一 宠辱不惊 轻易不会动摇半分 修道之路 他会一直走下去 永远不变 周如抬起头 看着王林不断远去的背影 忽然抓了一下小白的毛发 小白扶灵心智 立刻向前奔跑 一跃之下带着周如追上了王林 王林回头 周如从小白的身上跳下 来到王林身边轻声说道 叔叔 你蹲下 王林笑着蹲下身子 柔声道 是提醒叔叔不要忘了大老虎吗 周如摇头 看着王林 在王林的额头 周如轻轻地亲了一下 认真地说道 叔叔 一定要快些回来 小如儿想你 王林 小白身子一颤 内心叫苦 低吼一声 无精打采地回应 周如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眼泪顺着脸颊 落在了地上 这七年来 他与王林几乎没有分开过 早就有了极为深厚的感情 时间越久 他越是感觉心里 好像有一股暖流 这暖流是一种依恋 一种难舍 世间之时 往往有时极为巧合 此刻 周如所占的位置 正是当年李木碗那滴 眼泪所滴落之处 当年那一滴眼泪 不知能否开出一滴的悲伤与哀愁 可此时 这一滴眼泪 却是换来了一滴的思念 与难舍 小白 倒立 周如抹去眼泪 对着老虎说道 老虎立刻背吼一声 亡灵与红蝶大战日期的前一月 巨魔族发生了一件天大之事 族内的一名老祖 吸收了赤虎拿回的仙玉后 成功地突破了化神 成为了朱雀星上 第一个鹰变气巨魔族修士 族主要是 为什么要是 虎子 第一个鹰变气巨魔族 把石鼻子 这个鹰变气巨魔族